今天是2月8號星期三 最重要的日子 總統講過 我說禮拜三就是可以賺倍數的機會 千萬要記得 禮拜三 禮拜三 記得喔 只有五個字 五例 哪五個字 不要不信邪 很多人都想說 這五個字有什麼幫助 答案很簡單 星期三 你要記得 星期三不管漲 或者不管跌 當方向一出現的時候 你千萬要記得 不要認為漲多必回答 也不要認為跌升必反彈 它是什麼 一面倒的行情 所以一面倒的行情 這五個字剛好很適用 不要不信邪 因為禮拜三當天 你一定會覺得很邪門 怎麼跌的反而變漲 怎麼漲的反而變跌 了解嗎 今天就是一個最經典的教學 好 進入周董的世界 來 周董告訴大家 我說十字線之上 要偏多 可是當我關鍵價出現的時候 它佔不上關鍵價 這一天我們就做空 昨天也是開盤價佔不上 我們還是做空 相對的 今天整個態勢翻轉 整個態勢翻轉 需要怎麼看 答案很簡單 我說不需要自己去猜 你何必去自己猜行情 你只要看現貨 記得喔 只有現貨才是真的 期貨都是假的 現貨昨天是不是收15400 整數啊 了解嗎 整數價位代表什麼意思 今天如果佔上15400的話 它會來挑戰外資密碼表的滿足點 所以今天現貨一開盤 記得喔 一開盤來到這個價位15538 好開在這個位置 開在這個位置記得 只要在這個位置之上的話 這五個字就派上用場了 不要不信邪 你看他壞對不對 你看他長多了對不對 你看他沒有本質對不對 不好意思 現貨15538 站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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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往上漲 往上漲 滿足點不要隨便猜 了解嗎 好那相對的 今天呢 如果你學得到這五字真言 不要不信邪的話 你一定做得順 來進入周董的世界 來 周董現在晚上7點30分 在廣播有一個節目 晚上7點半 NEWS98 FN98.1 如果你要聽股票基本面的 如果你要聽期貨它的枚高 甚至選擇權如何進出的話 麻煩你把時間撥空 甚至在開車的時候順便聽 7點半的時候 周董就把台灣股市的未來 破壞了一清二楚 把它說明白 讓你知道呢 怎麼樣做才賺 好回過頭來 我說呢 周董的思維啊 跟人家不一樣 我給你的 是一個穩定獲勝的策略 而這個策略呢 一定有數學為證 記得喔 數學呢 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有標準的科學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沒有 了解嗎 那一定會問 那物理跟化學啊 好像呢也有標準啊 有定律啊 可驗證啊 拍謝 你要記得 物理啊 現在還有很多未知的領域 化學呢 現在呢 我們還在嘗試 沒有完全的通透 只有數學 只有數學 了解嗎 也唯有數學呢 我們已經進入了呢 講的誇張一點啊 接近神的世界 那為什麼周董會講說 數學已經接近的那個境界 當然簡單嘛 演算法 是不是數學 演算法是數學啊 所以呢 用演算法呢 把AI 記得喔 人工智慧喔 深層AI發明出來的 就叫演算法 了解嗎 而演算法呢 可以發明有智慧的AI的話 你要相信 它已經接近了一個境界了 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跟你講的 就是數學 都可驗證 那今天漲的股票呢 也都跟數學有關 來看 我說呢 周董給你的就是呢 最珍貴的寶物 不單單是期貨選擇權 股票也一樣 來看 我說呢 今天呢 講的呢 就叫做 Trade GPT概念股 也就是呢 最近呢 如果大家去查 所謂的AI的話呢 都會看到說 現在呢 已經有AI 上市了60天 使用人數呢 高達1億人 而這個AI呢 就是目前最成功的AI 這個AI呢 不是呢 Google發明的 這個AI 它發明的公司 叫做OpenAI OpenAI呢 過去呢 是非盈利單位 也就是呢 它認為呢 我們一定會進入AI的世界 可是呢 怕AI被大家濫用 了解嗎 如果呢 AI被大家亂用的話 相對的 可能呢 會造就人類的毀滅啊 所以呢 這個非盈利組織呢 它呢 要把AI呢 做好 而且呢 要領先世界 那相對呢 AI做的過程當中呢 需要燒很多資金 這時候呢 微軟 就進來先投資10億美元 10億美元呢 好不容易燒到一個境界的時候 快燒完的時候 對不對 這時候呢 OpenAI 把Trade GPT發明出來 也就是呢 這60天最紅的 深層型AI 這個深層型AI呢 它厲害到什麼程度 它厲害到呢 就像過去呢 我們看到神話阿拉丁 阿拉丁大家都知道吧 阿拉丁神燈 這個神燈呢 只要呢 你把它擦亮 這時候呢 燈神跑出來以後 你就許願望 三個 它可以幫你實現的願望 三個 它可以做到你的願望 那相對的 這個AI呢 不得了 當你請他呢 幫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做的 比這個世界上的 任何一個人 都快 都好 比如說呢 你不是資工系的 你不會寫程式對不對 可是你請AI 幫你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你請資工系的來寫 可能要一個月的時間 而他來寫 只要三分鐘的時間 夠快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已經進入了這樣的世界 而這樣的世界呢 你要知道 這個脈絡是可循的 當OpenAI呢 把這一套深層型的AI 做出來以後 Google緊張啦 為什麼叫Google緊張呢 Google的搜尋的引擎呢 遠不如這個AI 也就是呢 未來我們想要查什麼資料 過去是不是要打關鍵字 現在不用了 了解嗎 你把問題寫清楚 所有答案都出來了 甚至呢 你要不要讓他寫論文 論文都出來了 你要讓他寫程式 程式就出來了 你要讓他畫圖 他就出來了 你要讓他做YouTuber 他就出來了 全部都全包了 了解嗎 所以呢 Google現在很緊張很緊張 緊張沒有用啊 未來就是一個AI的大戰 AI的大戰跟創意有什麼關係 答案很簡單嘛 我們呢 深層型AI 它呢 之所以會這麼厲害 是因為它後面 有龐大的算力 什麼都算力 答案很簡單嘛 這些呢 高速運算 高速晶片 而誰在做 NVIDIA是最厲害 所以呢 這個NVIDIA 中文名呢 叫輝達 輝達既然呢 是最厲害的 所謂的GPU的話 那相對的 GPU 就是有龐大的算力 能夠支援AI 不管是生成型AI 或者是智慧型AI 它支援它呢 去算這些呢 所謂的演算法 能夠呢 給大家最滿意的成果 所以呢 NVIDIA 回答 它就是所謂的軍火商 要打仗 比如說呢 這個AI 要打 所謂的OpenAI 要跟Google AI 對打的話 這個軍火商 不可或缺的 就是NVIDIA 那NVIDIA呢 在台灣呢 有沒有支援的廠商 來看 所以呢 支援的廠商呢 你可以看到 周董第一時間呢 就告訴大家 我說呢 支援的廠商呢 就是這幾家 3443的創意 還有呢 3661的世星KY 甚至呢 還有呢 6643的M31 了解嗎 那很多人想說呢 這些股價都太貴了 有沒有看到 一個呢 567塊 3661的世星呢 998塊 3443的創意呢 925塊 太貴了 那太貴了沒有關係 太貴呢 周董有一檔 比較便宜的 2453的零群 這一檔呢 為什麼呢 周董特別推薦 因為答案很簡單嘛 當我們要進入 AI的世界的時候 相對的 你可能連問題 都不太會問 你明明知道呢 你的想要的答案 到底是什麼 可是你不會問問題的話 相對的 這個AI呢 跑出來的東西呢 可能讓你呢 完完全全的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呢 AI要使用 是不是也要一個 教育的過程 相對的 我們的零群 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呢 當呢所有的企業啊 所有的個人啊 要進入AI的世界的話 相對的零群可以給大家一臂之力 所以你就知道了 我們呢 買股票 要看到未來 不要呢自己呢 亂想亂買 我說現在呢 你要記得 現在的世界跟以往不一樣 現在的世界呢 當你抓到一個趨勢的話 相對的 你要相信它 就像過去比特幣一樣 比特幣呢 有沒有從0.1美元 漲到1美元 有沒有從1美元 漲到10美元 有沒有從10美元 漲到100美元 有沒有從100美元 漲到1000美元 有沒有從1000美元 漲到6萬9千美元 那很簡單吧 比特幣有這樣的漲鍋 了解嗎 如果當時候呢 你敢買的話 你最少賺10萬倍 可是呢 你忽略了它 你認為不可能 結果呢 它實現給你看 那一樣的道理啊 現在這個AI軍火商 能夠發展到什麼程度 買主流爆破斷 了解嗎 那一樣的道理 來回過頭來 周董講過 周董呢 所謂的方法 穩勝的方法 就跟AI差不多 AI背後有演算法 對不對 周董背後呢 也有數學 你要記得 AI叫做演算法 了解嗎 相對的 數學呢 就是演算法的基礎 沒有數學 就沒有演算法 沒有演算法 就沒有AI 那相對的 周董用的是最古老的科學 叫數學 因為呢 我能夠獲勝 我都事先告訴你 怎麼做啊 了解嗎 2月6號要怎麼做 來記得 來來看 我們呢 已經沒有時間講 麻煩你去看2月6號的影片 我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呢 要做空 賺70點 為什麼呢 PUT可以賺5成 再賺1.4倍 再賺4成 那為什麼呢 再做空還可以賺70點 最後呢 賺175點 然後呢 最後呢 我們的PUT還可以賺1倍 了解嗎 這都是2月6號 那2月7號呢 我們怎麼知道 馮高還是要放空 2月7號有講 去看影片 然後呢 接著呢 1540年PUT 為什麼可以賺7成 為什麼可以賺6成 好 2月8號來了 這個影片 2月8號 昨天沒有 因為是今天才演 今天才叫2月8號 今天2月8號 如何做對邊 答案很簡單 我剛才講過 星期三 不容你思考 星期三 五個字 不要不信邪 怎麼做 來看 外資密碼表 記得 周董呢 沒有其他的方法 就外資密碼表 來來看這張 這張表呢 告訴周董 15400 現貨呢 如果守得住的話 會來摸15550到15600 這個區間 那過了以後呢 會不會馬上拉回 不知道 可是呢 有機會來 有機會來呢 相對的 有機會就做多吧 了解嗎 有機會做多呢 很多人不知道說 那為什麼我看得清楚 這個點位站穩呢 會來到這裡 怎麼看的 這是有遮起來 遮起來 遮起來呢 今天會打開 今天會送你資料 會打開 那記得資料要打電話索取 好不好 資料要打電話索取 那相對的 相對的 知道會來到這個區間 那要買15550 還是買15600 還是呢 買15500 等一下會講 來來看 今天呢 一開盤 我知道 一開盤呢 又漲了74點 00呢 不敢追 可是我講過 我說呢 可以以開盤價為基準 上多下空 不得有誤 今天呢 你絕對不可能做空 絕對不可能 因為呢 開盤價站得非常穩 一開盤 就一路扶搖直上 即使盤中有拉回 你也不可以做空 因為答案簡單 開盤價跟現貨的關鍵價 現貨在哪裡 15400 那現貨也有開盤價啊 15538 都往上 來 繼續 所以呢 今天呢 你不管呢 15 475 做多 或者是呢 15500 做多 或者呢 15550做多 你都大賺140點 你都大賺100點 你甚至大賺70點 你都一路賺 了解嗎 這就是開盤價的威力 開盤價 那昨天的夜盤呢 也很簡單看啊 昨天的夜盤呢 震盪很激烈對不對 那今天的早盤 有沒有過昨天夜盤最高 有吧 有過昨天夜盤最高 就是多頭 就是多頭 你們看他這拉回 拉回呢 他也是守15508 你就知道了 這些都是數學啊 這些都是數學啊 了解嗎 數學所堆出來的學問 不容易質疑啊 就像現在的深層型AI 你一定要相信 就像現在的演算法 你一定要相信 就像現在的周董 告訴你未來 你都要相信 好 那期貨做多 沒有問題對不對 剩下你要挑什麼標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挑的標的 15500的扣 為什麼挑這個標的 答案很簡單嘛 我們知道呢 這個區間會來 這個區間會來 那相對的 我們要挑有價值的 本來價外的 或價平的 變成價內的 那就是15500 那想要知道這個學問的 我們今天資料也有送 版本你打電話 穩穩蕩蕩的從頭賺到尾 可以賺4.6倍 了解嗎 所以呢 周董告訴大家 我的世界就是追求數學的真理 其他的科學我一概都不相信 為什麼絕對到這個程度 因為我們知道 當我永遠相信數學的話 它可回報的 是百分之百 其他的學問也落高啊 了解嗎 不會不大對啊 那我何必呢 浪費時間在其他的學問 我把我的時間 都來追求數學這個真理 了解嗎 所以呢 當我追求數學這個真理的時候 有36萬人在兩天之內跟隨 你看到沒有 鐵一般的紀律 鋼鐵般的證明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講數學講到現在 你可以看到 所有告訴你的台灣股市的未來 都成真 了解嗎 都成真 因為呢 我要求的是 每一天做對邊 每一天都要做到對的那一邊 你相信周董 相信數學 麻煩你按讚訂閱分享 讓大家知道數學的好處 相對的 這個穩勝之路呢 這個道理 很多人呢 在影片當中 還欠缺一點點 什麼叫做欠缺一點點 對不對 我們知道嗎 當講師在講課的時候 你呢 筆記來不及抄 甚至呢 你聽過了就會忘 那聽過了就會忘了 你要複習對不對 周董告訴你 我給你複習 就像今天 今天的關鍵價 15631 今天的關鍵價很重要 今天又出現了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會今天出現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怎麼來的 我剛才講過嘛 一個能夠呢 教你呢 美高的老師 他一定呢 有所謂的秘本 了解嗎 秘籍 既然秘籍呢 出現了15631呢 你今天想學對不對 周董教你 好不好 今天呢 我把我所有的學問 全部寫在這個教科書 你要期貨 就像今天啊 你要期貨呢 知道呢 今天怎麼進怎麼出的 我寫起來 今天給你 好不好 你要知道外界密碼表怎麼算的 那個黃色的全部解開 怎麼看的 怎麼知道是這裡是滿足點 怎麼知道這裡是支撐 怎麼知道這裡154是關鍵 我寫給你 好不好 這個表全部透明 把它寫給你 還有 怎麼知道挑這個標的 怎麼知道呢 每一次都要坐對邊 賺4倍賺4成賺4成賺4成賺2倍 我都寫給你 還有關鍵價 今天最新的關鍵價出來對不對 我為什麼知道 我為什麼定今天是關鍵價 為什麼 為什麼 全部給你 好不好 所以呢今天答應大家 還有股票 我怎麼知道股票呢 要從哪裡買 什麼時候賣 為什麼只有股票才有波段 期貨選擇權只有波動 我全部寫在裡面 所以呢今天呢 全部給大家的 我畢生的絕學 你有看到今天這個圖片 有一個很重要的欄位 會用手機的就知道 不會用手機的 告訴大家 0223219933 是你一定要打的電話 今天節目到這裡 謝謝大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富豪 就是你